四万年文明圣地 五百载军事要塞 大家好 我是宁夏水凳沟旅游开发与线公司总裁刘永宏 非常高兴带大家穿越时空 感受神秘厚重的国家唯一级旅游景区水洞沟 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式气文化遗址 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 水洞沟距首府银川19公里 距机场和高铁站11公里 号称临下旅游的第一站 1923年 法国考古学家德日靖和桑志华 住进了水洞沟附近的一家车马店 当晚就看到对面崖壁有灵光闪现 他们就此展开发掘 挖掘出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 5年后他们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研究报告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推翻了中国没有旧式气时代的错误弄断 水洞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四万年很久远 但在今天的水洞沟 您似乎可以伸手触摸 走进水洞沟移至博物馆 图片 雕塑 实景与高科技完美融合 寓教娱乐 博物馆最具创意的是 沉浸式体验区 通过声、光、电、幻影成像 以及模拟地震平台 生动地再现了 四万年前水洞沟人的生产 生活和灾难场景 四万年前的旧式气文化 与五百年前的长城文化 在这里交相呼应 漫步在水洞沟村 远古人生活演绎 让您瞬间穿越 站在烽火台上 将军点将的门市 让您热血沸腾 沉船游览在水岸长城 恍如隔世 坐着驼车、马车 穿梭与洪流从中 赶车师父那悠扬的歌神 在峡谷间绵延回荡 不经意间 还能邂逅远古就有的 鸵鸟和驯鹿 这一切让人恍然有了穿越 时空的感觉 穿越到五百多年前 明代人为了抵御 达达、瓦剌等部落的侵扰 沿边界 夯住长城 修建城堡 挖掘地下藏兵洞 形成地上地下立体军事防御体系 藏兵洞修建于大峡谷两侧的崖壁之中 洞内机关密布陷阱邻里 并设有居室、兵器库、灶台、炮台 量网台等设施 洞到上下相通、左右相连 有如迷宫 藏兵洞一头连着红山谱 一头通往城外 形成了内外相通、左右逢源 一守南宫的军事堡垒 历史在这里流淌 科学和人文在这里交融 这里是中科院古举这一动物 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工作站 是考古学和地质学的科考基地 和人才培养的田野学校 一批批专家和学者从这里走出 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研学基地和露天课堂 每年有数十万的学生 参与到模拟考古和夯柱长城等研学项目 文化和旅游在这里融合 以远古水洞沟家族的神话故事打造的天降神石 VR游戏、动漫画册以及系列文创产品 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水洞沟文化 2017年水洞沟着力打造的大型马战史诗句 《北江天歌》以长城、峡谷、城堡等 古代立体军事防御体系为实景演出场地 将马战、马戏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风土、民情等多元素荣誉一句 生动地在现了历史上西夏的传奇故事 这就是宁夏 这就是水洞沟 朋友们穿越时空的宁夏水洞沟欢迎您